好 我們這堂課是初級西班牙語繪畫 同學 如果你有選這門課 你現在應該都看得到 去學校Flip這個平台 今天我們使用Flip 就FLIP這個新的平台 之前我們是用My 另外一個教學平台 那你可以點進去 你應該現在都看得到這個課程 那我已經把所有的18週課程計畫 我都已經放上來了 總共18週 好 老師這邊列得很詳細 總共18週 我們扣掉期中期末考兩週 所以我們有16週 16週的主題來上課 前面6週會教同學西班牙語發音 西語發音不是很困難 但是後面的文法 尤其是動詞變化 同學你要花很多時間去背 然後去應用 我希望就是上完西語課之後 你是能夠開口說西班牙語的 當然也是要講正確的西班牙語 所以今天回去你可以先回去看一下 這個Flip 第一課程 課程活動這邊 那我有把18週 我們要怎麼上 上哪些內容 我有寫在這邊 本來這是一個表格 上傳之後 那個橫線表格的線就不見了 所以你自己去對照一下 每一週的日期 跟每一週要上課的內容 那同學你這邊會看到 有面售兩小時 還有一個是 面售一小時 我們的課 除了會錄製 開放式課程以外 另外還有另一個課程 也是老師錄製的 叫摩克斯 那那個摩克斯課程有六週 叫做大家 六週輕鬆學 開口說西班牙語 我先 點進去讓同學看一下 這邊有一個課程 是老師去年錄的 叫六週輕鬆學 開口說西班牙語 那我們進入這個課程 這學期還是會有這個課程 搭配我們上課的 在學習的課程 那同學必須要加入這個 這個課程 有六週 我們這學期預計是在 第八週 五月 四月十一號那一週開始 我們會搭配這六週的課程 那同學 你修老師這門課 你要上去加入這個學員 這門課程的會員 然後去上課去聆聽 所以有一小時 六週有一小時 就是每一週有一小時的課 你要上去點閱 去聆聽 現在可能放不出來了 因為這個可以 還可以看到 那這個你就是在家裡自己看 那下次來上課之前 你必須把它看完 這樣了解嗎 那我們就在課堂上 會應用你這一週 你看的這個影片教學的內容 我們來做一些 西班牙語的練習 未來可能是繪畫 最初我們是發音 再來是文法 最後是那個西班牙語繪畫 那你回去聽 因為線上的課程有個好處是 同學你在家裡 你可以找你適當的時間 不像上課 我們很固定 就是在這個時段 你要來上課嘛對不對 那摩克斯這個課程 你可以再找自己找一個時間 任何時間都可以 但是你要去把它點閱 去把它上課 自己自修 有點自修的意思 好那我們在第八週 有搭配這六週的摩克斯課程 之後我們那一週上課就是指上一節課而已 這樣有沒有了解 因為你有一小時你已經上來聽這個課了 這樣有沒有了解 那這個也叫做翻轉 那這個也叫做翻轉教師 另外一種 現在很多教學方式 從開放式課程到摩克斯 到現在一直在推廣 叫翻轉教學 我們靠近的時候 大概第六週第七週 我會帶同學做一次讓你看 如何去加入這個學員 總共有六週 那第七週是期末測驗 那你要去做 你要去做這個期末測驗 只要你有上課 在課堂上有上課 然後又去聆聽這個摩克斯的線上課程 應該不會很難 上學期我們實施過三個班級 那通過率還蠻高的 大概有八十幾個 就南台的學生 大概有六七十個吧 他如果有去考 就是通過率大概有七八成 你通過的話會有一個證書給你 那非英語系的就是 學校外系 就是我們非英語系的同學 學校是承認你一個外系的選修學分 承認一個學分 但是你要去考那個 就是你要做到期末考 期末測驗你要完成 然後要通過 然後交通大學 他會給你一個證書 你可以自己去 證書你可以直接在平台上面用申請電子的證書 如果你要紙本的話 你要自己再去跟交通大學去申請 他會給你蓋那個綱印 然後就寄給你 那當然可能要收一些公本費吧 這個平台是交通大學他們設立的 那我們學校就是借用他的平台 然後放上摩克師的課程 好 這樣沒問題 其實有空你們可以上來看 他叫做E-Want E-Want 就剛剛老師這樣打 Triple W E-Want 點O-R-G 你就可以進去看了 裡面有好多課程 好幾百個 有興趣都可以自己去上去學習 那目前我們學校大概有四門課 摩克師的課程有放在上面 還有另外一個平台叫Share Course 那我的課程放在E-Want上面 好 再來沒問題 這是我們我們班這學期上課 有一個搭配摩克師課程的學習 好 所以這邊老師寫得很清楚 搭配摩克師那六週 我們就是有一個小時你去上課了 先上學習 那我們在課堂上 我們就是做課程活動 比如說看圖說話 講西班牙語 那天上課 那一週上課就是上一小時而已 好不好 有問題 那這個都是 老師有提就是 摩克師計畫 或翻轉教學的計畫 給學校教法中心 他們都已經送 送簽程上去都核准了 所以我們才會這樣做 這邊的網頁是課程活動 再來你可以點入教材 我已經把這學期該放上去的教材 都大部分都放上去了 包含影片教學 這禮拜同學回去你要點這個 西班牙語發音講義 你把這些講義 download下來 印出來 下次上課把它帶過來 所以今天你先聽老師 帶你們唸 因為我的課程全部都數位化了 我都做成PPT 然後也有線上的學習 所以我的課程特色就是 你下課後絕對不會聽不到西班牙語 我給你的任何資料 我盡量能夠 我也朗讀 然後錄下來 你回去之後 隨時都還可以點出來聽 這樣有沒有問題 不會說你下課後 學外語最困難就是說 我下課後 上課聽得懂 可是下課後我就沒有聽到了 然後就忘記怎麼去發音了 那現在因為科技的進步 有這些軟體 輔助我們的教學 所以讓老師有去應用 幫助同學西班牙語的學習 這禮拜請你回去印這個 西班牙語發音講義 這些講義 我都有錄了 我都有錄錄影了 所以你可以點進來看 你可以點進來看 就是搭配剛剛那些講義 你下載印出來之後 那老師上課會給你解釋 我會帶你們唸 那回去後 你還是可以點上來flip 只要你家裡有電腦 可以聽得到 有擴音器 聽得到老師的朗讀 你還是可以自修 還是可以自己學習 我會鼓勵你就是回去 盡量去多聽 然後語言的學習就是要不斷的多聽 那發音的部分 發音的教材我們使用的是 活用西語句型繪畫 那這個教材是 連夢讀老師他編的 空中美語出版社出版的 那發音的部分 這個教材其實在一百年 我有跟他們申請授權 就是他出版社 空中美語出版社跟連夢讀老師同意 我使用他的這個教材 就發音的部分來錄製這個線上課程 待會會點出來讓你們看 就是這個部分而已 我們今天老師會再帶你們做發音的學習 那今天的教材你看到的是老師自己重新編的 好 再來 你們要去買課本 課本就是這一本 好 這邊 書已經到了 在南台書局 你們自己去買 好 叫基礎西班牙語文法俗稱 再來沒問題 要有課本 我們前面四週到六週可能是發音 教發音 再來就是要教西班牙語文法了 那你一定要有課本 好 那這個課本 每一章後面都有練習題 老師也會帶你們去做 那因為這個課本是屬於文法的 所以我只有在前面幾頁 放了西班牙語的發音 那裡面有一篇光碟也是我錄的 好 就是帶你朗讀西班牙語的發音 那語法的部分 我還沒有還沒有錄製 但是我現在有在規劃 就是這本書基礎西班牙語文法俗稱 跟另外一本 進階西班牙語文法俗稱 後面每一張的練習題 我就用剛剛那個 poppoint的evercam 我打算把它做練習題 我自己親自去錄 每一題就去做解說 那到時候再看出版社 他們要不要隨書 隨著書出版 那這個以後再說了 好 到這邊有沒有疑問 所以我們的課前面大概有五週六週 就是有這樣錄影 再來就是其中考過後 有六週是搭配摩克斯課程 那你要到線上去學習 那我們課堂上就是實際做課程的活動 應用你看到的影片內容 去做西班牙語繪畫或是文法的練習 那第二件事就是你要去買課本 好 就買這本指定教材 基礎西班牙語文法俗稱 好 那我們今天先教同學發音的部分 好 發音的部分當然還有其他的書 老師寫的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圖書館都有 你可以去參考這一本 圖解西班牙語發音 那這本書也有 使用西班牙語繪畫 這本書我有錄一個光碟 把那個發音很完整的錄下來 所以你也可以去參考這一本書 發音的部分 我們就是先教西班牙語字母表 再來是母音 西班牙語母音有五個 A O A E U 再來是子音 只因我這邊簡單的分成爆裂音 曬叉音跟鼻音 這些屬於語音學上的一些專門術語 你知道就好了 因為我們是做個分類 就有它的發音方式 跟發音位置我們去做個分類 再來重音 西班牙語跟漢語跟漢語不一樣 我們是四聲調 那西班牙語是看它的中音 那中音 中音你念不一樣的話 意思會不一樣 還有一個是連音 最後就是字母的辨識 還有一些基本的發音規則 好 這個是西班牙語的字母標 好 這個是西班牙語大學的字母標 我唸一次給你們聽 待會兒再帶同學一起唸 你聽一下 好 這a b c c d a f f h h a h h h i h h a h k l a l a y m n eony O B Q R R S D U V W X Y Z 這個是西班牙的字母表 你看到紅色的 它是兩個字母在一起 以後你看到這兩個字母在一起 它是代表一個音 比如說這個怎麼唸 你們說 切 就發鞋那個音 以後你看到這個就發鞋的音 不要再拆開了 像巧克力英文怎麼說 那西班牙就直接唸 今天帶你們唸一下 看認識一下母音色 其實你已經學了大概 西班牙語發音的五成了 西語發音不是很困難 它有一些發音規則 但是不多很少 那你如果掌握了 那實際去音樂 多聽多講 你很快就學會西班牙語發音了 那西語西班牙語有個好處是 它看到就可以直接唸了 如果你學完發音之後 你看到西班牙語 你就可以開始朗讀了 當然朗讀之後 你不知道它的意思是什麼 可是你唸得出來 不像英文 英文很麻煩嘛 不是要KK英標嗎 你現在要翻字典去查嘛 西語沒有 你去翻西班牙語的詞典 都沒有什麼音標沒有 它就是直接看到就可以發音了 那發音規則我們會解釋 所以以後你就是學完之後 你就是實際去應用 多聽多講應該是沒有問題 好這是第一個切 那另外這個咧 那另外這個咧 有沒有看到老師唸什麼 A解 這是兩個L在一起 這個發音解的音 好中間這個A念 這個西班牙它自己的字母 A念 你看N的上面有一個 這個小的A是躺著 A念 好下面這個 這個很容易聽得出來 但是初學者如果你不會的話 可能需要多練習 R 那舌頭要佔音 舌尖要震動 這個待會兒讓你們看一下 老師做的那個發音動畫 你大概就知道說 我們在做西班牙語發音的時候 舌頭位置 在口腔裡面要怎麼去擺 才能夠發正確的音 像R 這個音你不會震動也沒有關係 那你的舌頭就是舌尖稍微往後 就像我們發我們那個捲舌音 G 那個位置 他舌尖就頂在那個上音額那邊 G 然後R R 你可以試試看 我也是花了半年才會 花了半年才慢慢練習 你說要喝什麼漱口水 那些都沒有用 那個是發德語的音 喝那個音 可是西班牙語是R 它是舌尖震動 好 來 那現在我們看 這個是西班牙語小寫字母表 好 那同學跟老師一起念囉 來 A B C 這個要伸舌頭 C C D A F He 好 這個有摩擦音 我們那個He很乾淨 西班牙這個He 帶有摩擦音 再來 A C E J K L AY M N N O B Q R R S D E Tr V z national V A V V A V V V 大學跟小寫字母表 那課本 你們買了課本之後 前面幾頁 老師有把它列出來 那現在我們看一下 我還是要把字母表 跟它的國際印標 然後找一個範例的單字 搭配來朗讀 左邊第一欄是大寫字母 這邊是小寫字母 那第三欄這邊 是由西班牙語它自己的字母來發音 來標示它的發音 那第四欄是國際印標 國際印標可能你認識啦 有些KK印標一樣 它那個印標符號是一樣的 好 最後一欄是 我找一個單字來發音 來做練習 我們再唸一次 我們就唸字母的發音 跟後面那個單字的範例 好 請同學再跟老師一起唸 A academia B bala C chico D dedo E ella F fama He He Hilo Gasolina 看 這邊就有發音規則了 像這邊唸 He 這邊搭配這個母音唸 Ga 發音規則不多 大概就有三組 好 繼續 H H H E E I MINE 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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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M Mamá N Nada N Niño O Oso P Pipa Q Queso R Mira R Churro Ese Sino Tei Tapa U Uva Ube Vaso Ube Kiwi X Examen Y Yerno Zeta Sapato Y Y 老师这边把它写出来了 它的发音方式就Y Y 你们在念刚刚西班牙语发音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发现 跟我们中文哪些地方不一样 它有没有送气音 送气音是什么 譬如说这个 怎么念 De De 对不对 那跟 西班牙语 这个 念 De De 你听起来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De 这个De 老师会建议你 你要伸舌头 舌头伸出来 你的声带就会震动 那语音上我们称为 卓音 卓音 那另外 刚刚这个 De 你的舌头 舌尖也是顶 顶到上 上门牙后面 De 你就用力念 声带没有震动 那语音上我们称之为 轻音 那跟我们中文不一样吗 中文这边可能 英文 英文就是念什么 T T 这个T T 或我们那个T 那个就是送气音 那另外一个是De 那西班牙语 它是卓音跟轻音 我们中文跟英文是 送气音跟不送气音 那哪一个比较容易听得出来 应该是我们的吧 送气音 那个T 跟De 应该很容易分辨 那西班牙语这部分 有时候你真的是听不出来 像这个De 跟那个De 但西班牙语他听得出来 因为他小时候就一直接受 这个语言的训练 那我们因为我们的汉语里面 没有这个 就是这个子音 就子音这个爆裂音的部分 我们没有去分辨 所谓的轻音跟着音 所以你现在都那么大了 你大概就很不容易去分辨了 那你说 我这样讲西班牙语听得懂吗 他应该还是听得懂 因为你在讲话的时候 是一个句子 里面很多单字 他应该不会会错译 他还是知道你会讲哪个诗 但是 将来老师会告诉你 你在发这两个音 你要做区别的时候 比如说刚刚那个De 你就伸舌头 你的声带一定震动 那这个De 你就用力念 用力念就是让你的声带 不要去震动 那就是发神轻音 那这个后面 我教到子音的时候 会再详细介绍 我们来看母音 母音 阿 西班牙语三个强母音 这是第一个阿 那这个文字的叙述 我们就简单的看一下 其实跟我们的国语的注音阿 是相近的 好 我们带同学念一下 那这就是一个 发音的口腔侧面图 有没有看到 这边是嘴唇 牙齿 舌尖在这里 那母音的位置 阿 他发音的位置 刚刚有文字叙述 如果刚刚你有看过的话 我把你连线过来看 好 这个也是在我们学校 人文社会学院 开放式课程 好 你可以回去点 好 你就可以去点出来看 那你也可以这边老师有路 西班牙语母音 好 可以同学在跟着念 好 同学跟着念 好 这个是这个平台图解发音动画的 同学可以辅助算是辅助教学 你们可以上来点 然后你可以知道说 我在发这个音的时候 我的舌头位置要怎么摆 母音一般是不会有问题 西班牙语的母音就五个 A O E U 他没有像英文还去分长母音 或者是短母音 他没有这么分 所以就这五个而已 那你在念母音的时候 老师会跟你说 建议你就是稍微长一点 但是也没有长到像英文的长母音那么长 那大概就是介于中间 但是你不要太短 好 第二个恰母音A 好 那这个文字叙述 同学请你自己看 好 一样 老师带来你们念这个单词的范例 好 第一个 Pero Deja Pene Pes Pelma 这个Pelma到时候要多练习 这L L 这边有个L 有没有看到 就英文的字母L L 你舌尖要顶到上牙龈 L Pelma 试试试看 不是Bema 你舌尖一定要顶到上牙龈 上牙龈在哪里 在这里 上牙龈 所以你是念Pelma 舌头要顶上去 你没有顶上去 你的发音就不正确了 那因为这种发音方式 我们中文里面没有 所以你要多练习 Pelma 好 一样也有发音动画的图 我们待会再过去看了 好 第三个强母音 发音的方式 文字叙述 也是请同学自己看一下 好 老师代的同学念 Ojo Ocho Ocho Por Boga 应该不难念 那刚刚R A O 是三个强母音 同学一定要记起来 R A O 刚刚老师带你们念的 那三个是强母音 那我们在算音节 另外一句话也请你记起来 我们在算音节的时候 也是看强母音 这个你先记起来 好 接下来看这个弱母音 E 为什么叫弱母音 因为它发音比较轻 不像刚刚R A O 很强 就你用的力气比较多 那弱母音比较弱 你没有花那么多的力气 E 好 这边发音的文字叙述 也请同学自己看一下 来 我们念这个范例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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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图片你要去那边想 因为你看不到你的舌头 这个只是让你知道说 大概 它发音的时候 它的情况是这个样子 那语音学家去做 做很多不同语言的比较分析的时候 那这个发音图当然很有用 第二个弱母音 U 就这两个弱母音 E跟U E跟U 好 我们念这个单字范例 Fumo Uniforme Museo Unico Auto 好 我们在看双母音之前 我们回来看一下 老师介绍一下 开放式课程这个平台 好 你们可以从学校的这个网页 在寄网中心的下面 有一个开放式课程 有没有同学上去浏览过 学校很多老师有去做这个开放式课程 各系都有 那 我做了蛮多的 你可以点进来看 那因为老师 老师是人文社会学院应用英语系 所以会放在人文社会学院 我们目前 录制的课程就是这个 西班牙语初级 所以今天录完的课程 影片 大概下礼拜他就会放上来了 就是我们刚刚录的这个课程 你就可以上去看了 那任何时间 你想学的时候 你就可以上来点阅学习 那这是免费的 而且全世界都看得到 如果你将来去国外旅行 或是去西班牙 你也可以点出来 学习 刚刚你看到动画的是这个 西班牙语图解 与动画发音学习 所以刚刚看到母音在这里 那西班牙语母音就这五个 就这五个 阿 阿 欧 是习母音 那伊 乌 是若母音 那这个你一定要记起来 习母音就这三个 阿 阿 欧 若母音就这两个 伊 乌 我们先看 比如说这个子音 你刚刚在发音的时候 你觉得 那个在音不容易 你看这个 阿 欲 阿 欲 阿 欲 他在发音的时候 他舌尖是顶在哪里 上牙音 有没有 阿 欲 跟我们那个 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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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 特 呢 勒 一样 勒 你自己念念看 快勒 勒 勒 你会舌尖放在哪里 这边 就上牙音 牙音知道在哪里吧 就是牙齿长出来 跟我们那个 口腔那个肉的部分 就牙音 上牙音 L 那这边是小舌 那声带 这个是声带 所以如果他有震动 就表示这个声音 是拙音 那 那 那赞音 你们同学 一定会问老师 老师赞音怎么发 那老师只能告诉你 舌头位置怎么摆 那你 你念得出来 念不出来 那就各凭本事了 你就多练习吧 你没事就把舌尖 顶到上一颜 颜 颜在哪里 知道吗 这边是牙龈 如果还会细分 前颜 中颜 跟后颜 一般上面这块 硬的 口腔里面 上面那块硬的 就是上硬额 所以你发 知词诗 不是舌头会往后卷 顶上去吗 知 有没有 你自己感觉一下 我们现在 在台湾当然 我们的那个 卷舌音 跟那个知词诗 已经好像没有 分很清楚了 那北京腔 它还是分很清楚 我知道啊 有没有 知道啊 舌头会往后卷 所以你发R R 这个位置 大概在这里 你可以点来看 有没有 这里 就是点上 好 那这个动画 老师做的 所以你们就试着去 有问题就上来这边看 我想很清楚 你就知道说 我的舌头位置要怎么摆 我们有些音 我们听不出来 但是西班牙人 他听得出来 那这样的话 你就必须要努力去 把你的 那个舌头位置摆对 虽然你听不出来 就像刚刚我们讲 那个day跟day 你分辨不出来 可是你把舌头位置 赵老师刚刚跟你讲的技巧 你放对了 你的发音就对了 那西班牙人 他就不会听错了 那这个占音也是 如果你还不会占音的话 那你把舌头往后卷嘛 好 比如说 餐厅 英文怎么说 restaurant 对不对 西班牙人有restaurante 你就直接念了 restaurante 那你如果不会占音 你就舌头往后啊 顶上去 restaurante restaurante 你就好像感觉震动一次 restaurante 那你不要念成L 那个音区了 restaurante 他们听得出来 你如果舌尖碰到牙龈 上牙龈 他们是听得出来的 因为餐厅这个字是占音 restaurante 这些是一些发音技巧 那你就尽量去做 你的舌头位置摆对了 你的发音应该就正确了 我们把双母音看完 好 好 西班牙语有双母音 叫deep dongos 那它有分成两种 一个是上升的双母音 一个是下降的双母音 所谓上升的双母音就是 先发出弱母音 再发出强母音 那下降的双母音就是 先发强母音 再发弱母音 那两个母音合起来 是算一个音 算一个音节 这句话请你记起来 双母音视为一个音节 这边有些观念 你要先记起来 那我们念一下红色的部分 上升的双母音 下降的双母音 请你记得 双母音我们视为一个音节 那这边我们再找范例来念 单字范例来念 同学跟老师念 要升舌头 你要伸舌头 nuevo 好 下降的双母音 爱 baile ai ei seis rei oi oigo oi ao causa oi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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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你们有看到 ai 老师这边写了两种 它有两种书写方式 你可以 字母a加上i 你也可以字母a加上y 两种书写方式 都发 ai 那到底要用哪个字母 这是固定的 所以比如说 baile 你就是一定用 这样的书写方式 那 ai 有没有的有 一定用这个书写方式 我们看一看完这一段 好 乔母音 老师刚一直强调 这三个 r a o 若母音是 i 汉 污 那音节的计算 一个单次 它的音节计算 主要是看它的母音 那乔母音代表一个音节 那双母音中的乔母音 加若母音 还有若母音 加乔母音 若母音加若母音 都代表一个音节 那这个你要把它记下来 你们回去后下载 flip上面那个发音讲义 上面都有提到 所以你回去把那个讲义印出来 那下次上课 我会带你们去做那份讲义的 介绍和练习 那这个 音节的概念 你要先记起来 来 那你们看 比如说 我们音节都是看母音 音节都是看母音 那主要是看抢母音 那请同学看一下范例 γ 几个音节 就两个嘛 你就看母音嘛 对不对 老师涂成红色啦 γ 那第二个 aeropuerto 飞机场 aeropuerto几个 五个音节 你可以说出看 一个 两个 这个v是双母音 代表一个音节 双母音代表一个音节 再来o 一个 a 强母音代表一个音节 a也是强母音 又代表一个音节 所以总共几个 一二三四五 这样就五个音节了 那你看最后一个 geografia 这个单字地理 意思是地理 几个 一个 好 这个1 它打上中音标符号了 弱母音一旦打上中音标符号 它就变成了强母音 这个时候就要算一个音节 再来a一个 o一个 a一个 所以我们念成 geografia 你看我是念phia 我不是念ya 我是念phia 有没有 e呀 很清楚嘛 两个音节 对不对 所以若母音打上中音标符号 就代表一个音节 好 最后还有一个三重母音 三重母音就三个母音在一起 那这个机会 不是很多 一般是在动词的第二人称 动词变化 那有这几个 y way y 跟ye 一般都是动词的第二人称负数 会有这个双母音 我们把这一部分把它念完 来 三重母音 triptongos 好 红色的部分 来 y 好 我们看后面范例 请同学跟老师念 这两个也是请同学注意 有 书写方式不一样 那该用哪个字母来写 就是固定用那个字母来写